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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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雕像 然後那個小洞非常的漆黑 然後那個令人深刻的雕像呢 它長得就是像一個生物 看起來像是獅子 可是它的下半身又有點像一隻蛇 然後非常的奇怪 然後在那個雕像底座呢 有一個很奇怪的符號 所以我就去把那個符號拿起來了 然後拿到item1 就是這個東西 用一個五毛星 圈圈是第五個 對 然後這是第八個 數字8 對 它那個圈圈符號是最右邊 嗯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人躺在那邊 就是在這個盆地裡面我們看到一個人 一具屍體 一個男的屍體 那這個男的呢 他的屍體跟 他的衣服都已經很殘破了 破破落落 然後身上看起來有一些熊的爪翼 很深的爪翼 他的屍體看起來像是被拖到這個地方 剛剛那個 從公園拖過來了 剛剛公園不是有衣服破碎 破爛的衣服 然後有鞋子 然後我們在他的 身邊發現了一個皮 呃皮包 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一個特別的卡片 然後我們看他的名字叫做Erica Erica 好 是 我在這 我在 他那個什麼 This is Matthew 什麼東西 欸 Key 21 他還有一個什麼 A3 A3 可是這個是 R A R1 以這個同樣的 符號的上面來看 可是他這邊是N 又不太一樣 又不太一樣 這是N還是Z啊 其中第幾個 2 這是8 這是5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他是這5個人裡面的其中一個嗎 Eric 所以物體 21拿了嗎 在這裡 你們拿到了一個鑰匙 上面寫著一個7 然後上面一樣有奇怪的符號 也是一樣有寫一個VI ITENLA 好像跟我們的五王星很像耶 跟這張很像 跟這張很像 欸 不太一樣 他就是 LA 有沒有偷笑喔 怎麼了嗎 他應該有對應到另外一個字 有可能 而且他寫一個7 這張鑰匙會不會跟梁婷有關係 我們要拿這個鑰匙回 Key 21 那如果是鑰匙的話 Key 21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回梁婷 那 方圓你遇到那隻大貓了嗎 我不曉得發現那些什麼 但是呢 我被一隻長得很像獅子 然後有翅膀的生物 給抓住了 給攻擊了 很好 所以呢 我要怎麼辦 你不能給他看啊 那我們要先 呃你現在 你說等級是什麼 我攻擊他 他有幾個盾牌 六個 他有沒有紅色 就他的盾牌上 他的盾牌上是什麼圖案 是不是有這個 對啊六個 六個骨頭 六個骨頭 他上面寫一個六啊 六白色還是六骨頭 六骨頭 那我們要一起過去打他 因為他好像會拿到東西 對不對 他是不是 打死他就有item 26 好嗎 我們要花時間去打他嗎 然後他還有一個手 我現在不打不行啊 他住不來了 他不打他住不來了 代表說那個是要說做拳擊 就是攻擊檢定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兩個 你的礦性多少 一個 礦性二 先一個時間 好 那你先剪定 然後我們走過來 剪定 就是丟兩顆骰子 看有幾顆行 三顆耶 好酷 而且你沒有被反擊耶 好 那我們剩下來 我們三個 就是再動一個時間 我們一起來圍毆他 交給我吧 好你先 我需要三顆 看能不能把他打死 啊 過定了 什麼 我以為會很難的 我們過了 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item 26 26 我們以為他很難打 真的 26 你看他一步就是 我們得到一個紫色的寶石 你們兩個現在可以看 我們得到一個紫色的寶石 紫色的寶石 紫色的寶石 他前面好像是迅速他的那個 旁邊的景象還是什麼的 當你來到這個地窗 剛都跟你說他睡覺你還過去吵他 我被攻擊了 我被攻擊了 都跟你說有一隻大貓在睡覺 可是我們拿到寶石啊 紫色的寶石欸 好啦那不管 嗯 好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回去 公園囉 對回去公園 在公園中間是 K21 好 回去公園 Location 11 隊長 呃沒有公園是9 我們剛剛在11現在要回9 2 好時間要快到了 總覺得我們這裡的謎題還有點距離 OK 那這就很簡單了 我們一起去中間吧 好一起去中間然後用鑰匙開他 OK 要不在寶石上 他 對 好那我們會拿到這個Token 嗯 放上去 是take a token嗎 嗯 take a token take a token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得花時間過去 對我們要再花一回合過去 好OK 好像進度沒有比較快 嗯 好 Lock 給你看好長 有個Lock 我們打開了涼亭裡面那個很神秘的門 呃 五個 五個 五個骷顱頭 小椅子 有我們星探員超強戰鬥力 嗯 太厲害了 打怪還不會反擊 超強 為什麼不會被反擊 你沒有丟出骷顱頭 他就不會咬 喔 就是你剛剛可能趁他 都是星星 他可能抬頭看著你 那你可能走不掉 但是你就捶他 然後他發覺 我好痛 沒有 因為他貓嘛 你知道我們就是怎樣 貓草丟過去 他就 然後 然後就開始 然後你就拿多貓棒的水 他就 然後就很開心 就 然後我們就趁他玩了 開心就揍他 沒錯 這是電影的情節 對 是就是電影情節 西遊記 對啊 耶 他裡面殺那隻大貓也是這樣殺 對 就是這樣子 我不想要 可是好可愛 我們就拿那個手電筒那邊 沒錯 然後就撲那個光亮 然後就是被我們從背後拷死了 這樣好沒男子氣幹 可是好可愛 好想要 好想要 當我們穿過這個暗門之後 就是打開它之後 我們順著一個時階往下走 進到一個暗房 然後 聖哥 聽到聖哥 聽到聖哥 在暗房裡我們聽到聖哥不停的在播放 聖哥在播放的聲音 然後順著我們 然後我們就往裡面走了 嗯 然後我們發現有一個 圈特是什麼東西 嗯 我們就以畫面上來說 我們看到一個長得非常奇怪的怪物 在等著我們 他頭上有觸手 然後他的手是抓子 然後我們進到這個房間 然後就很大聲的在唱歌 看一下這個怪物 他長得很像蒼蠅人啊 大聲的在叫喊著詩篇 他的手上有毛 然後兩個大大的爪子 我們注意在他的背後 地面上有一個孔 有一個夠大的 然後我們可以 挖進去 然後讓你們進去 對 那如果我們 其實就是第一位我們被Luck 嗯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攻擊 我來 你先 換個動作謝謝 完了我們時間快不夠 1 好悲劇喔 扣一滴血 好下一位 換我 我丟兩顆 星星一個 然後沒有扣血 下一位 換你了 我三顆 哇三個星 換方魚兩顆 我們快過了快過了 哇兩顆 然後 不用扣血 好 過了之後可以拿到 16 ite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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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新的地圖 location16 它是在 涼亭底下的一個 地方 我們要看看嗎 真的可惜 好吧 可以先看一下 雖然我們來不及過 所以我們要過去 我們過去要丟賽子 丟吧 雖然我們去那邊 就要結束了 但是可以先看一下 真的他好難過喔 我們下次應該先直接 來拿鑰匙 然後就進去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符號很重要 我們還是得去找那隻大貓 對啊 鑰匙在貓身上 好 然後結束 OK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那個地方 16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有黃色的 看得到 如果我們有紅色的 看得到 如果我們有紅色的 看得到 我們沒有拿到黃色的欸 該不會真的要去廚房吧 那是三張 一張黃色一張黃色一張 黃色一張 黃色加紅色 所以我們該不會真的要有 去廚房才會拿到那個黃色 那這個是在那裡拿到 剛剛那個 溫室 涼亭阿 是涼亭嗎 涼亭是直接下去的 那還是 溫室阿 就涼亭阿 我們有鑰匙 所以拿到這個 然後就進來了 喔 喔 對 因為貓身上有這個東西啦 我們是 我們去溫室是拿到 這一個跟這個 然後我們 我們第二次失敗 所以我們看一下那個 Masher Fill 這張黃的 對 如果第二次失敗的時候 那個 Captain Wu 給你看 他好不好 由於這次 我們的時間又到了 我們今天探索到一個 神秘的地下空間 時間就結束了 根據探員日誌 第二回 我們又 又被召回去了 默默的被召喚回去 又要面臨 鮑勃黑人 黑人 光頭老人 無情的言語攻擊 又要被甩了 Come on Come on 都來了 Come on 醒醒 快醒醒阿 你在幹什麼阿 我知道還沒完成阿 我也看得出來 我還沒完成 是啊 我也好想完成 你以後不想嗎 我想要把這個 回去寫成探員日記 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一直很想寫 這次我幫你剪好了 這次我幫你剪好了 消費了我們很多的能力 你說劇情嗎 你贊包我已經幫你剪好了 拔幾上 我說不是影片喔 這是文字的那一種 因為文字那種你可以加一些數數 因為我們的成本增加了很多 就是像寫小說那種 那你可以看影片我剪好了 不然你就定家了 呵呵 我原本希望這個可以 成本可以下降 我們又一次的失敗了 但現在就太冒險了 所以我現在被迫啟動 緊急的 協議 Emergency嗎 什麼 Back to it 對 Emergency Protocol 我們又要再回去那個地方 而且要啟動緊急方案 而且要啟動緊急方案 上面有蓋時空標記的 但是我們有時空標記之後 這兩張而已 其他都沒有 所以我們到時候都還要再開一次 唉 下次啊 我覺得我們就 我們先拿 那個要拿 那個櫃子裡面那個要拿 櫃子要拿 然後就可以拿 整療室護士給的東西也要拿 欸整療室護士給的東西需要嗎 整療室護士沒有給東西啊 他叫我們去 他給我們地圖 沒有他不是給我們地圖 他是給我們這個 那封信跟這一個商啊 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發現一個可以逃走的通報 對可是我們已經有 對 那這樣的話就下次我們不用去整療室了 對 因為整療室是可以拿到 那個櫃子 他整療室他只叫我們去 握室 增加五個TU到我們的 起始時間 所以我們之後可以有三十喔 對 不是三十 那如果當我們到零的時候 這一次到零的時候 繼續玩 就是正常 就是繼續再櫃就對了 如果我們這一次到零的時候 就不要回來 你就在那邊做到做完再回來 喔 他對我們有那麼不爽嗎 他一直說說你沒有完全就不要回來了 對 你們就留在那裡好了 那這樣我覺得 他不知道我們是去幫他辦案的嗎 他幹嘛真的要對我們呢 下次再破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去整療室找護士 因為護士是叫我們去請室 然後他拿地圖 但這會影響到我們的評價 就是粉術 我們是初心者耶 到底還想不想 我們現在是 我們可以這樣就跳兩個點啦 可以跳整療室 可以跳那個 寢室要去 因為寢室那個什麼要拿 寢室有符號 有符號要拿 那我們去這邊通道 有拿到什麼東西嗎 你們拿到錘子 就一個那個 馬桶刷的瘋子 在那邊繞來繞去 叫你說探員 就拿到武器 那這樣我們等五個回合 在原地 瘋了 所以 這邊不用去 診療室不用去 我們只要去請室 廚房有不要 有不要需要去看一下 有可能會發現些東西 因為我們 上一回合跟這回合都沒有去過廚房 然後再來就是 護士跟我們說的 所謂的逃生點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護士說 他發現醫生怪怪的 他叫我們趕快逃走 然後他跟我們講 這個地方可以逃出去 但是我覺得那邊 不一定是逃生孔 可能會有個陷阱 還是什麼這些 但是有可能會發現 什麼新的線索 好 要怎樣 美爽 你們怎麼那麼弱 浪費我們很多成本 我也不想啊 你給我們時間這麼短 那這邊已經跟你說的時間要錢了 你從一開始就跟我們講說 就是給我們多點時間 我們就可以趕快破案啦 而且你有給的線索 不清不楚 所以這一次多推了多少 還蠻多的啊 我們 三個 我們推到這邊咧 這個Greenhouse 然後 從Park下去 然後來到 這張二旁回去了 但是我們就記得 我們就記得 你到Park 就去Greenhouse 就回啦這樣 大貓也不要 大貓搞不好 很重要啊 瀑布底下有這個 大貓這邊有這個 那個什麼 通馬桶也很重要啊 你剛剛還不是沒給他 給啦 我給他啦 他只說我要不要留在那邊 陪他一起月球漫步 我說我不要 我就走了 我這個就送他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Key跟 這個長相很奇怪的Key 而且他跟這個符號 一定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沒有 我昨天只睡五個小時 他這邊 他這邊有這個符號 照片上有 對 我知道啊 這個符號照片上也有 對 我在照片上都看過了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結論 照片上有五個 所以我們還差兩個 一個 一個嗎 這邊有一個 這裡如果算的話 可是他照片上五個人 對啊 所以我們還差一張 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 廚房跟逃生通道 有可能會需要看一下 然後那整療室跟那個 長廊就知道他是一個 廢物地點 就別去了 整療室 那時候 我們第一次玩的時候 整療室就拿Key 然後那一張信 跟這個地圖 那因為這個地圖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接下來 就不用再去整療室了 就不用再去找護士 我們不缺Key 對 但是我是很怕 我們下次再打那隻貓 會不會打不贏 因為那隻貓其實很 還蠻厲害 但是我們這隻莫名手氣很好 全部都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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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鳥殺 對